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这几天来台会见在野人士 不过却传出遭到外交部的阻挠 最后安倍还得自己搭着计程车 不过外交部原本矢口否认 直到民进党立委拿出了外交部过去跟日本国会议员往来的电报 才证明外交部确实曾经婉拒安排日本友人跟绿营见面 那么今天外交部长杨靖天也坦诚 安倍在当天晚上的确是搭着计程车去见在野人士 拿出外交部过去和日本国会议员往来的电报 民进党立委说外交部阻挠日本政台人物和绿营见面 这早就不是第一次 他们也特别提出希望能够去拜会我们的前的驻日代表 包括像这个许世凯大使罗夫权大使 代表处就直接批示本处不便安排 要拜访绿营人士受阻 这不是偶发的事件 这是已经很多件 我并没有看到这一部分的公文 我必须要进一步了解 以前联主席当国民党主席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在野党 他们日本来的访兵 也并没有说要求去见他 但是事实上他们彼此也都有 经过特别他们私底下的安排都见了面 那现在的情形也是一样 最近出示10月23号电报 让外交部不得不改口 但就算外交部没有义务帮忙安排外兵舰 但就算外交部没有义务帮忙安排外兵舰在野人士 只是让元首级的贵宾搭小黄 这难道应该吗 司机被告知说你可以走了以后他就回来 没有车子的行驾 他们大概就这样情形坐到计程车去 并不是外交部故意把车子掉 我相信判店的这个 他的那个监视器都可以掉到出来 后来我们知道 因为他计程车 这个就有一点离谱了 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从他的幕僚 口中才知道的 那他本人是都没有停 他的幕僚跟我们提这件事 我们的口气是觉得很奇怪 我们真的不知道第三岁 我们绝对不会故意做出这种不合理 而且这个私理的这个决定 我们的幕僚在处理当中是有碰到阻碍 我觉得外交部应该是国家的外交部 不应该是一个专属执政党的外交部 所以不论是外交部自己要这样做 还是是更上级的示意这样做都不妥 外交部说辞一变再变 民进党说要不是他们拿出证据 外交部恐怕到现在还是会坚持 安倍没有搭小黄 外交部也从来没有阻挠外兵 和在野人士会面 明镜新闻综合报导